战不可怕,可怕的是没打我们的信心就没了。 中美从去年5月贸易战开始,到今天几乎全面开战。 全面开战不可怕,可怕的是没打我们的信心就没了。 世界GDP总量排名前20国家中,目前只有俄罗斯和土耳其没有指责中国,其他都受美国主导。 中国周边15个路上连国,几乎都是雄国。 中国人均GDP不足一万美元,还达不到中等收入水平。 我们战胜美国的唯一办法,就是发挥13亿多人的力量,人人创业,人人创新,一定能够胜过只有3亿人的美国,这就是13比3。 在报告里,于燕中重点提出了中国战胜美国的唯一办法,那就是13比3,调动13亿多人的力量,对美国的3亿人。 于燕中说,美国发起的不仅仅是贸易战,而是对华全面被堵和战略打压,企图摧垮我们的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乃至军事。 在美国的鼓动下,世界GDP总量排名前20位的国家,目前只有俄罗斯,土耳其没有公开指责中国,其他各国都在唱反调,似乎有忽闻一夜寒风来,大国小国都拆牌的感觉,这给我们的经济和外交造成极大压力。 好比公司的大客户都没了,很可怕。再看看我们的周边,15个路上邻国,几乎都是贫穷国家,朝鲜、越南、老挝、缅甸、印度、尼泊尔、中亚、蒙古等。 与比自己穷的客户做生意,很难赚到钱。面对这种国际形势,下一步我们几乎是寸步难行,怎么办? 于燕中指出,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要战胜美国,就必须发挥13亿多人的力量,把全民族动员起来,人人创业,人人创新。 只有激发出13亿多人的智慧与力量,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。 若中美开战,美国不还钱怎么办?国家早有准备。 众所周知,美国是世界上著名的债务国。 许多人说,美国在境外作战的军事开支,实际上等于在其他国家的开支。 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,美国目前在阿富汗。 它耗资近3.7万亿美元,相当于一场耗费俄罗斯三年GDP的美国战争。 事实上,不仅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、叙利亚战争等,耗费了他们大量的金钱,美国在这13年总共花费了14.2万亿美元。 如果把它用于社会建设,它能给社会带来多少好处。 人们的生活也会有很大的改变。 事实上,最初的伊拉克战争,虽然美国赢得了胜利,而且战争很美,但是美国人民会意识到,在过去的几年里,美国社会基本上没有发展。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前,美国仍然是一个社会基础设施,他们在战争中所花的钱,只是他们爱债的一部分。 2017年,美国政府债务超过20万亿美元,其中包括中国的1.1万亿美元。 这1.1万亿美元的概念是什么? 中国国内航母制造成本,几乎是不到40亿美元,而美国Ford Class航母的生产成本只有150亿美元,这1.1万亿美元是足够的对中。 国形成20个向美国Ford Class航母舰队。 所以,很多人认为,中国不应该为美国借那么多钱。 中美关系不好。 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,美国将抓住这个机会。 如果要不回中国该怎么办? 事实上,每个人都想得更多。 似乎每个人都看到,美国欠外债,但事实上,美国还借钱偿还这笔钱时, 而有美国债务,实际上相当于他们发行的国债,和国家可以自由购买美国国债。 在那之后,国家也可以出售他们。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购买美国国债。 如果美国真的生气了,难以偿还,那么如果美元失去了他的信任,就没有人敢和他们做生意。 没有人会使用美元。 因此,美元的霸权将结束,美国也将结束。 因此,美国绝对不怕依赖各国的债务,不会得到偿还。 如果他们手中的一些债券被出售,他们自己的经济将受到很大影响。 事实上,中国并非美国债务的最大债权国。 他们最大的债权人是美联储。 目前,他们的债务将近15万亿美元。 因此,如果美元失去了他的信任,那么美联储将是受影响最大的,但目前的情况并不好。 毕竟,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。 拥有美国国债,也是代表了这个国家强大的表现,所以大家只能不断购买美国国债,也其实也是将各个国家给套牢的,所以这里面的复杂者呢。 人民币成功破局中东,绝开美元霸权组分。 一、中俄等九国或绕开美元后,美国万一赤字风险,或正转嫁玻利其国。 近一段时间以来,我们注意到,世界主要国家央行在管理外汇储备时,将目光投向了美元以外的货币,而目前,世界多国也正在增实人民币资产,或计划发行人民币债券。 与此同时,美元国际使用分额,更是跌至五年最低水平。 换句话说,人民币市场现在已经成为了避嫌港,也就顺理成章了,这在近西新兴市场出现金融震荡,货币狂跌之际,而人民币对主要货币,却相对保持强势,就是最好的注脚。 而正是在这些背景下,近期,包括俄罗斯、巴基斯坦、土耳其、菲律宾等多国央行财政部,已经或要开始发行人民币债券,增加人民币资产储备,开始减少或叫停美元使用基础备。 而选择人民币,发行熊猫债券,所谓熊猫债券,及外资机构在中国内地发行的人民币债。 而这背后的核心逻辑是,高成本融资美元的市场环境,俗称的美元荒和美元信用出现节节败退。 对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后,更让无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,已经在本国内的银行系统,开始减少维持美元,作为核心资产总量的比例。 而此时,美国经济正通过美元将万亿美元的高吃字风险,转嫁给诸多低外储高外债的经济体,例如,土耳其、阿根廷、巴西、印尼、印度、越南、巴基斯坦这波利七国,在美元加西强周期中,已陷入美元荒困境。 我们不难看出,美元对全球经济的多重制股,或只有打破美元垄断地位,世界经济才能够趋于某种平衡。 我们也多次提,根据彭博最新报告显示,目前,包括巴基斯坦、土耳其、阿根廷、意大利等在内的多个国家的经济,正面临着这个挑战。 事实上,早在2017年11月,向巴基斯坦、土耳其,就被标普定义为新脆弱五国。 我们以波利之国巴基斯坦经济为例,2018年以来,巴基斯坦外储位计下滑22%,截至6月,巴基斯坦经常涨吃字,扩大42%至180亿美元。 然而,进口偏高和出口偏低,是该国目前只有104亿美元的外汇储备,仅够支付两个月的进口。 目前,穆迪已经下调巴基斯坦的评级展望,有稳定调制负面,这意味着,未来有下调主权信用评级的可能。 而华尔街日报在2018年10月,援引巴基斯坦财政部消息称,巴基斯坦决定,与IMF就提供财政援助开启谈判。 巴基斯坦曾在2008年向IMF申请76美元的救援资金。 而据多家媒体数周前报道,巴基斯坦申请救援资金的规模,可能在120亿美元。 不过,IMF的资金即使真正到位,许多分析师也并不看好巴基斯坦经济,能够借助IMF的资金而脱困。 毕竟,上世纪80年代以来,巴基斯坦已经向IMF求援十数次。 同时,还可以参照阿根廷经济接受IMF后的市场现状,也就是说,IMF的资金援助或支标不支本。 因此,我们就不难理解,土耳其近期宣布,不再打算使用IMF的贷款,关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页面,永远不会再打开它。 事实上,巴基斯坦经济关于货币布局,也有其他准备的。 据巴媒报道,该国财政部长认为,求助于IMF是一种后备选择,只会在其他途径,都已被探索之后才会尝试。 一位财政部官员也表示,显然,我们不能将所有鸡蛋,都放在IMF这个篮子里。 至少出于商议目的,我们的未来计划,还应包括以中国资金为基础的后备方案。 我们根据巴基斯坦财政部近一年公布的数据统计发现,在截至2018年上半年的财年期间, 中国以及中资银行机构,共对巴基斯坦的贷款规模,约达到50亿美元左右。 这些迹象,意味着巴基斯坦对中国金融援助,和中国人民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。 同时,巴基斯坦央行近期还发表声明称,中国银行和中国工行,已经获准,可以在巴基斯坦设立本地人民币结算和清算机制。 不仅于此,巴还正在考虑有关提案,以减少对第三方货币的需求。 我们知道,目前,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、委内瑞拉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安哥拉、尼日利亚等九国,已在一些商品交易领域,开始绕开美元进行结算, 而巴央行的上述声明,更意味着,巴基斯坦在交易中去美元化上又更近了一步,或正成为第十个正式突然叫停美元的国家。 当然,巴基斯坦抛弃美元,与伊马泰三国一样,并不是因为石油,而事实上,我们也多次强调,此刻,去美元化,已不仅是那些石油国家的唯一专利了。 您的名字和台湾 讨论 您的名字和声明 联identally,您相当于此事实中楼 manus论 币与 document 您您的名字和声明 您的名字是数据似的 您的名字和声明 您的名字和声明 您的名字和声明